这场比赛是雅加大亚运会女篮小组赛 由中国女篮对阵日本队 现在场上比分37比22 中队暂时领先15分 这场比赛中队一上来就牢牢的控制了场上形势 第一阶结束之后就领先了10多分 第二阶中国女篮现在场上阵容内线是 是李月汝和刘嘉诚前锋是李梦和少庭后卫是李源 少庭突进来再给到李源 刘嘉诚好球 第二阶上来老将刘嘉诚连得四分 李月汝的封盖给到李源 刘嘉诚给到底下李梦 三分可惜是没投进 少庭篮板再分刘嘉诚 李月汝轻松上篮 第二阶老将刘嘉诚打的是很活跃 给了售廷的一个阻挡犯规 给了售廷的一个阻挡犯规 少庭转身上篮 哎呦上的时候差了一点 这个过人过得太漂亮了 底较三分投进 李梦再回李源 少庭 给了一个后掌球 这是一个24秒尾地 换下了少庭和李梦 换上了黄雪萌 黄雪萌 吹了李月汝的犯规 宇安 再给王雪萌 黄四镜 李源杀进来上篮 李月汝再起好球 打日本队 咱们一定要利用好内线优势 不然咱们的大个子在场上 可能还会成为对手攻击的这个点 毕竟李月汝身高体重都比较大 可能防外线 不一定能防得出去 如果在进攻端 不利用好这个优势的话 李月汝在场上就很被动 南半球 王雪萌 这球直接被抢断了 底找3分 李源篮板 黄四镜 黄四镜 好球 王思宇和杨立维替补登场 换下了李源 以及黄四镜 给了王雪萌的犯规 然后就行 那么上司末了 再给他李月如 想起好球 除了王写盟的犯规两罚 杨立维 再给他王思雨 王写盟 这球还是失误了 追不上了 日本队的反击速度确实是快 分析叫王思雨 这球是没拿好 失误了 重新换上李元换下王思雨 慢慢就寒述拿到给到李元 再给内向孙孟然 还是前赏球 你们中距离 给了一个进攻犯规 孙孟然三分 少庭的篮板 再盘出了征球 这波征球球竟然是给到日本队 进攻效率有点低 还是要想办法打到内线 打给含蓄这个点 可以 带满球 孙孟然拿到与元 再给到哨廷 涵旭转身上篮漂亮 这是给了含蓄的犯规 你们这些教练两色非常难 看 比赛从一开场 日本队就很被动 杜嘉诚给到李梦 李源 还是前场球 李源三分不中 刘嘉诚好球又是一个中距离 第二节打的最好的就是老将刘嘉诚了 我可以做这个小刀 好 在柳家城中距离好球,又是一个中投 柳家城利用自己最擅长得分方式连连得分 到现在为止,柳家城已经得了10分了 去了李梦的防守犯规,两罚 韩旭啊,好吃 本队这边中距离打进,第二节最后一攻 李源压压实践 李梦三分球,这就投了个三不战 这样半场结束,终于暂时领先14分 好 感谢观看